1996年年初 众英联合联络小组专家小组 就军事用地移交安排达成协议 重温当年的报道 防务及治安专家小组经过19轮的会议 众英上方终于就本港14块军事用地 在97年的移交达成共识 军事用地的文件图纸资料 交接的具体时间安排 一块块时间安排 以及交接的程序性的问题 我们也达成了共识 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现在的细节 也都没有谈到解放军驻港的时间和安排 英方代表包雅伦在会前说 众方没有提过要提前驻军 中方目前为驻港解放军日后的驻港事务 正在做准备 包括预备一套驻军法 控制驻港解放军将来是香港的军纪 至于说部队当中那么多部队 有那么过别的人可能违防纪律 这些事情也在说难免 但是这些呢 如果发生这些事情呢 都是严肃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